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冻结五年意味着你至少不能参与一届党选 甚至可能两届党选你不能参与 那等于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 因为你在党被冻结 你不能够参与党选 你也不能够上阵大选 你都被冻结党籍了 你不是这个党的人了 暂时不是这个党的人 怎样派你去上阵大选 所以等于判了政治死刑 所以这个五年冻结党籍的惩罚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而好笑的是 郑修强一开始 两位被冻结五年党籍的 一位是马华笨真区部 也就是我的家乡 笨真区部的主席郑修强 他本来是上阵布赖斯巴当周选 做过行政议员 做过州议员 然后跟苏丹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这一次他们有的好上阵 布赖斯巴当的席位 也给巫统拿去 马华跟巫统换席 然后另一位是东甲 现在叫李浪 以前东甲 现在已经改为 李浪区部的主席 就是吴迟迟 这两个人冻结五年党籍 那他们为什么会对付 首先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会被对付 其实等一下才说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柔佛州周选 但是这个五年的冻结 其实是有一点风波闹出来的 因为当一被冻结五年党籍 郑修强马上就开记者会 说什么 说本来纪律委员会 只是说要冻结我一年半 是魏家乡硬硬要提高到五年 因为他要谋杀 政治谋杀我 所以他把矛头指向魏家乡 然后结果 郑修强这样子讲了之后 马华的副总秘书杨燕美 就站出来解释 为魏家乡解释 没有一年半变五年 是三年变五年 纪律委员会是建议三年 然后我们把它提高到五年 其实这个解释 大家觉得是在帮魏家乡 还是在派魏家乡 就是你承认了 你真的有干涉 纪律委员会的决定 虽然你是说从三年提高到五年 但是从一年半提高到五年跟三年提高到五年 差别很大吗 差别其实没有很大 这个解释让我想到 有一个人说我没有谋杀他 我只是拿刀砍了他很多刀罢了 我没有谋杀他 我砍他很多刀罢了 就是这样子白痴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杨燕美 拿读杨燕美这样子的解释 我觉得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很不make sense 很不make sense 当然我不知道他是要害魏家乡 还是要帮魏家乡 但这个解释很明显是没有帮到魏家乡的 那我们谈一下他们被冻结的原因 其实两个人的冻结 两个都被冻结 然后现在两个都退出马华了 吴迟迟也退出马华 郑修前也退出马华 因为你不退出你也是死路一条 你党节被冻结五年就是死路一条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但是老实讲 你说要对付吴迟迟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对付他五年会不会太严重 这个就有一点过火了 一年半两年我觉得是OK 或者是一年 为什么对付吴迟迟是有理由的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真的在柔佛周选的时候 害到马华输掉东奖 当时吴迟迟是做了影片 是拉大队 去骂这个候选人 然后去骂马华中央 然后呼吁去不 背歌这次的周选 就是不要投给自己马华候选 结果马华输五百多票罢了 大家还记得我当时分析说 马华是有机会赢下的 马华稳赢四席 然后有两席是有机会赢下的 其中一席就是东奖 而这个席位才输五百票罢了 如果没有吴迟迟这样一搞 吴迟迟在东奖做过多届议员 而且他在那边的影响力很深 黑白两道 讲直白一点 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了解的人就了解 我不要讲到太明白 他这样子搞一搞 确实很可能让马华少了五百票 让五百个人不出来投票 所以吴迟迟确实让马华丢了席位 然后这个应该被对付肯定 任何政党谁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背歌自己党的候选人叫他不要投给他 这个肯定都应该受到对付 所以吴迟迟受到对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郑修强就不一样 郑修强他没有背歌 也没有叫大家不要投马华 他骂魏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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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了之后 郑修强90%会当上行政议员 因为他有资历 然后他也是云云新人里面最有经验的 然后他跟苏丹的关系又很好 有一年苏丹还特别邀请他 华人新年的时候邀请他一起来吃饭 所以他把一个马华币 我讲的他是为家乡 把一个马华币赢的席位 去换一个不会赢的席位 比如史古代 去换一个包书的席位 这个是魏家乡的错 那魏家乡可不可以被骂 当然可以被骂嘛 这个是党内民主 所以郑修强他是拿这件事情来骂魏家乡 其实是没有错的 不应该受到对付的 你去对付他是不对的 而且重点是 他没有像吴迟迟一样 杯哥布莱斯巴当 或者是杯哥马华其他的候选人 开直播开影片 叫大家不要投马华 不要投武统 他积极落力的助选 尤其是在笨争区 笨争区 他积极落力的助选 所以你有什么理由开除他 他没有背叛党 他没有背叛党 所以很明显 你大动作 冻结他党籍 来对付他 本身就不对 你不能因为他骂领袖 你就开除他 这个是不民主的一个体现 党内不可以只有奉承领袖的声音 必须有骂领袖的空间 这个才是一个民主政党该有的情况 所以你对付他本身就不对 更别说你一对付他是冻结党之一五年 这个等于是政治谋杀的行为 所以魏家祥肯定是理亏的 百分之百理亏 他是借纪委会的刀 借纪委会的手 来铲除掉一个潜在的敌人 因为你要知道 郑修强其实搭档过严炳兽 一起竞选过2018年11月的马华党选 当时严炳兽输给魏家祥 只拿182票严炳兽 魏家祥拿447票 但是郑修强拿的票是比严炳兽高的 严炳兽拿182票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阵营 他比严炳兽多19票 他拿到201票 所以他是有能力一战的 只是当然如果他跟魏家祥比 他的能力 他的声望 他的全国性的基层势力 都远远输于魏家祥 这是肯定的 我之前也讲过 但是他是一号人物 你看他只是一个州级领袖 在熟里主席站 得的票都会比一个远远名声比他高的 严炳兽的得票还要高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郑修强是有机会把马汉顺给拉下来的 当然最后没有 马汉顺也是大胜 赢了400多票 所以他是魏家祥的政敌 而且他是一号人物 他是蔡希利的政治秘书 是蔡希利的低系子弟兵 而蔡希利最讨厌的人 除了黄家定 就是魏家祥了 所以很明显魏家祥是借了纪律委员会的手 来砍掉这个大政敌 因为你想一下 如果他没有砍 真的给郑修强上阵 布莱斯巴当 然后布莱斯巴当是包赢的 包赢了之后 他有80% 90%的机会做行政议员 马华现在才有几个当官的 加上柔佛 加上中央 一个手数得完 所以一个手数得完的人 郑修强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多么大的政治资本 而这个政治资本 是可以让他化为政治力量 再来一届马华党选 继续挑战魏家祥 或者是挑战马汉顺的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魏家祥他是避免要这样子的情况之间 虽然他知道 我魏家祥其实掌控马华是很稳 老实讲 马华现实来看人才也不多 可以替代魏家祥 魏家祥其实是个蛮有能力的人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大家不支持他 我也不支持他 但是我们就事论事 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 讲话能力也好 做事能力也好 只是他在的党 大家不喜欢 所以给他很多花名 很多外号 但是行动马华里面 要挑战他的人 现在还看不到 但是政治就是这样子 我之前讲过马陈铜平事件 一抓到机会 就要下手 政治是指针朝夕的事情 毛泽东讲的 不看于万年 只争朝夕 所以魏家祥也是一样 虽然他可以赢我的机会很少 但是我绝对不可以给他培养势力的机会 一有机会 我就干掉他 所以他抓着这次柔福正周选的一个小辫子 来干掉了郑修小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马华其实本来也是一个内斗党 公正党是不遑多让的 也是打到你死我活 近来比较消沉 是因为喜来登 不只是喜来登 也不只是509 早早在2008年的308海啸 马华就几乎被wide up 几乎输到完 所以既然输到完 没有东西争 所以才不争 所以现在马华开始要复苏 大家又开始出来争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我刚刚讲到陈宏斌 其实一模一样的情况来的 如果当时行动党 刘正东这样子隔除掉陈宏斌 这样子隔除掉其他几位州议员 没有陆赵福插手的话 我跟你说百分百 刘正东张念群 一定会把陈宏斌交给纪律委员会 因为在外面批评党 在外面攻击党 然后用纪律委员会来对付他 那他自然就不用上阵了 还好陆赵福是属于温和派的 然后他跟陈宏斌又有私交 在last minute的时候 借陆去调节 坐中间人 去说服陈宏斌 然后也交换条件 我们之前有分析过 交换条件是给他选上中央党 中央党选的领袖 把他纳入他的菜单的议员里面 然后他最后也选上了 所以安抚了他 才让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他不只安抚了他 他也安抚了刘正东 所以才让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政治 政治就是如此 所以政治只看利益 而且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只看个人利益 你不要以为他会看人民的利益 你不要以为他会看国家的利益 你不要以为他会看党的利益 你看魏家祥 他现在就是看个人的政治利益 大于党的利益 本来党可以赢多包赢的一个席位 马华硬硬不要让不来十八当 马华肯定可以不让的 因为郑修强在当地有威望 当地的巫统领袖 也要给郑修强三分面子 但是这个包赢的席位 还是让得出去 其实就是政治 政治的一个操作而已 政治的手法 然后最后我也顺道提一提 刚才提到马华党选 郑修强拿到201票 马汉顺拿400多票 魏家祥也是400多票 当选 刚好遇到行动公正党的党选 几万人 十多万人投票 14万人投票 13多万还是14万人 有人就会问 怎么马华这么少人投票 其实马华这次是扩大的代表制 2018年 以前是千多两千位 区部代表在马华大会投票 现在他们在2018年 他们是扩大这个代表制 他们选美国 搞选举人制 就是马华全国有188个区会 188个区会有32,397个区会代表 然后他们去投他们区会的选举人票 就是投区会代表 其实搞到好像选举人票一样 就去投区会代表 然后这636张 600多张的选举人票 就去党中央的大会那边投票 所以他们讲 他们扩大了选举机制 从一两千人投选总会长 现在扩大到三万 三万两千多位 这个是马华讲的 当然 但是实际投票的人数是变少了 当然 我之前说过 讲资历 讲资格 魏家祥是包赢 郑修强 你叫我 如果我是马华党员 你叫我在总会长 选两个里面选一个 郑修强也好 魏家祥 两个选一个 我一定选魏家祥 但是我不是马华党员 我也不会支持马华了 但是 虽然魏家祥是 比较好的选择 也是比较有能力的选择 但是有一说一 在这件事情之上 百分之百是魏家祥的错误 是一个政治操弄 是一个借刀杀人 然后出卖了党利益的事情 是这样子 当然 你是西门支持者 你会幸灾乐祸 但我 不是以幸灾乐祸的角度来评论 我是以有一说一 就是论事的角度 就像 我批评其他政党 做错的就应该骂了 做对的就应该赞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不要因为你是行动党的 我们不要骂 这个是第二个讲题 要讲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 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先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